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斌 那12月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在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同步大涨的一个带动之下 在今天一开盘怎么样 就直接越过了15000点的一个大关 甚至于在盘中最高点一度还拉到了15152 那就如同我在上个月就告诉各位 我说接下来的12月份 基本上还是会延续怎么样 延续11月份的一个涨势 因为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整个行情从现在一直到封关过年 都还是持续有利于多方操作 就如同我在10月底 我就告诉各位 接下来的11月 天时地利人和的行情 会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那11月过去的 我相信光是一个月K线 拉出了1930点的一个大长红棒 应该也没让大家失望 那现在进入到12月 全新的开始 一如我话都讲在前面 我都从现在一直到封关过年之前 持续有利于多方操作 你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在过年之前帮自己赚一个大红包 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好 那只不过我也必须要提醒 我们看到今天怎么样 最高点一度大涨272点 来到15152 可是收盘的位置在15012 差了100 将近150点 差了140点 有没有 换句话说 今天开盘的位置 涨180点 收盘 只有涨133点 除了说留有93点的一个上影线之外 今天的K棒也是收黑 好 那尤其今天怎么样 来 整个成交量 反倒是在今天开高走低的一个情况之下 又蹦出了超过3000亿的一个大量 将近3000亿的 2915亿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样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会让整个盘面怎么样 因为毕竟涨了2500点了 涨了2500点 各位你也都看到了 除了说这里有稍微横的走一下以外 基本上一路都在往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路我先前跟各位所说的 行情看好绝对没有问题 只不过你也不要期待 他就是每天都要三啦 200点啦 300点这样一路往上冲 一路往上喷 没有那个样子 他会用来回震荡的一个方式 所以在今天 创高之后拉回 是不是也是符合 我们先前所告诉各位的 盘面就是震荡 肋股就是轮动 所以纵使看好行情 纵使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把握 这一波的行情 在过年之前开心的赚一个红包 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可是方法很重要 你行情对了 你方法不对 这是我一再强调的 你一样达不到那个效果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能够帮助各位在开心 在这个过年之前 能够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开心的赚一个大红包 我说了方法很重要 一些纪律你必须要遵守 那到底哪些纪律 哪些方法你要特别的留意 就好比说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记得 你纵使在看好的股票 纵使在看好的股票 如果他股价已经在喷 尤其如果就这个时候 大家一窝蜂的都在讲 他有多好有多好的时候 在操作上面 我就不建议 不建议各位怎么样 你再跟着大家怎么样 一窝蜂的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 倒不是说你赚不到钱 而是说你跟着大家一窝蜂去追 大家会讲你可想而知 表示这档股票股票正在喷 只有股价正在喷 全市场的人才会往这边跑 尤其一些专家权威 才会不断的告诉你 他有多好有多好 那如果说一档股价正在喷的一个位置 你这个时候去买 你容易买在高点 当然买在高点不是说你赚不到 而是说你的风险就是比人家高 那你风险比人家高 你能够获得的利润又比人家少 那你认为你这样滑得来 我举个例子 今天这档股票很强 大家都在讲今天光是一些盘中的一些财经节目 有多少人在讲这一档 涨停板的股票一定怎么样 大家趋之若鹜 那这档股票我想大家非常的熟悉 三四五四的精锐 有没有 那他的题材不用我再多讲 安控对不对 安控非常火红 为什么 因为继美中的一个晶片大战之后 我说接下来怎么样 那就是在安控部分 你看近期美国所公布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清单 要针对中国大陆的企业要整顿的 要封杀的 不都是这些安控吗 什么大华科技 海康威视 计签前的华为中心之后 你看现在是不是把整个重心挪到安控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台床当然就有怎么样 就有机会 这个部分我就不太多说 这我们过去讲过了 重点 今天大家在讲他除了基本面以外 还有什么 大家都在讲他的什么 来 我们来看 都在讲他的卷资比 有没有 来 到昨天为止 到昨天为止 融券2800多张 融资了 融资2800多张 融券2200多张 换句话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这档股票的卷资比高达8成以上 所以很多人告诉你 这要嘎空了 你看基本面又好 对不对 题材性又棒 然后这里怎么样 又有嘎空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大家都一窝窝的 在讲这档股票有多好有多好 那这档股票不用我多说 你有看节目的 你是我会员的 你应该都非常清楚 这档股票我们来回做几趟 我们至少来回做两趟 这档股票今天已经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220块钱 今天来到220块钱 而这档股票我什么时候带你切入的 来 11月15号 11月15号 当时股价的低点还在160几块 而且我还连买两天 有没有 15号买 16号再买 你看16号 当天的低点也在160几块 而且我说过我们怎么样 我们来回已经做了两趟 我们在低档买进之后 有没有 我们在低档 还没有起档之前 连续两天买进之后 后来下好离手 第三天直接攻上了涨停板 不管你买在166也好 买在168也好 总之你买的大概就在100 再怎么高也在170附近 随着它的股价拉住涨停板 甚至于隔一天又攻上了194块的破坏新高 你的成本在160 170 后来股价攻上了194的新高 在短短三天之内涨了二十几块钱 你有哪一个会赚不到 你有哪一个你会来不及 对不对 我想这些操作我都是直接公开在节目里面 更不要讲我的会员 每一个都可以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有没有 后来高档我们还出一趟 有没有 当时194这一天在11月18号 有没有 我说过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因为轮动速度非常快 所以你的操作一定要非常的具备机动性 如果筹码不够强 它短线有可能会整理的时候 你不要跟它躲 该出一趟我们就出一趟 不要想说那个基本面看好 大家都怎么样怎么样 该出就出 所以你看我们动作多明快 在连续大涨之后 在连续大涨之后 只要筹码不够强 短线该你出一趟的时候 我绝对怎么样 我绝对带着会员全数怎么样 获利出清 先把资金怎么样 先入贷为安 有没有 10月18号 11月18号 有没有 后来你看 我说为什么我们要分担操作 这就是分担操作 低档买进的股票 高档该出一趟你就出一趟 那为什么要分担操作 大家都很清楚 来 大家我们一起来背一下 什么叫分担操作 就是第一个 你要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来有没有看看 在我们卖掉之后 当天股价就下来了 而且那一天还一根大长黑 几乎要把前一天的怎么样 这根红棒给吃掉了 而且还不止如此 接了下来一天两天三天 总共连第一天总共跌掉了四天 而且这一跌跌下来 甚至于股价最低 还来到167块半 来你看 当时我们买进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在这两天买进的时候 低点在166.5跟168.5 结果这一波拉回 直接又来到167.5 第一个 我说短线的一个修正风险 你要避开 这是我们分担操作的一个目的 有没有避开 26块半的修正 既然避开了26块半的修正 是不是也代表怎么样 也代表我们的价差有了 有了二十几 关于你高档有处于它 你低档 你在基本面你的题材 你都不改变的一个情况下 你依旧看好它的一个情况之下 现在又回到前一波的买点 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 那当然怎么样 当然再买 所以我们在11月25号 有没有 会员请买进3454精锐 上回我们大赚初清 现在请大家怎么样 接回来 有没有 在这一天有没有接回来 那一天低点在174 11月25号有没有 后来上个礼拜五买回来之后 礼拜一怎么样 礼拜一一根涨停 礼拜二再往上创高 这个礼拜有没有 直接怎么样 还创了一个高点来到208块半 但是一样的道理 我的短线该出一趟的时候 你的筹码不够强 我认为有可能会进入整理的时候 我怎么样 我不会带来会员去读 该出一趟 节奏非常明快 我们就直接出一趟 所以怎么样 我在昨天 11月30号有没有 345是精锐 我们先大赚 获利出清 短短三天怎么样 又连续大涨29块 有没有 那你看 第一段 166.5涨到194 涨了27块半 第二段 从174涨到208块半 又涨了34块半 你第一段的27.5 加上34.5 加起来多少 62 涨了62块 涨了62块 当然你不是说 你一定买在最低 然后你一定卖在最高 没有 我说我也不这样认为 所以62块的涨幅 你给它掐头去尾 然后你再给它打折 因为每个会员的一个成本 都不尽相同 因为买的一个时间 都未必 都不一样 但是纵使如此 我说让你稍微买高一点 然后你卖的位置稍微低一点 让你掐头去尾 打折一下 62块 至少我想50块一定有 对不对 50块一定有 换句话说 我们两趟的操作 至少让会员把50块怎么样 一张就是50块 一张就是5万 你10张就是50万 你20张就是100万 那30张你自己算 对不对 那你看 当我们都已经做了两趟 把50块放在口袋的时候 今天全市场才来追 有没有 今天全市场才来告诉你 他的一个安空的题材怎么样 他的一个卷子比多高 要嘎空 当然你说今天来追 能不能赚到钱 掌停板当应该有 有赚到钱 对不对 但是我只问各位 我赚了两趟 我的成本在哪里 你们都很清楚 160几 170几 你这个时候再来买 你的成本在200块以上 甚至于高达220 能卖光220 至少210一定有 你的成本买在210 我们的成本当时是在 160几块 而且我们已经获利两趟 都全数获利出清了 你有没有觉得 你的成本比我高这么多 你的风险相对 也会比我高一点 对不对 那你风险比我高一点 会不会压缩到你的获利 这个你自己去想 对不对 那当然你们最想问的 你赚不到人 今天掌停板 你去找世纪 又去买了 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问题 那这样说好了 他再涨又怎样 他再涨又怎样 再涨我了不起 我祝福他 我相信我祝福他的哑量 还是有嘛 我都已经把50块都放口袋了 那他再涨 再涨我就祝福他 对我什么了不起 最重要的 我说过了 做股票 我们要的是什么 风险相对低 怎么样 利润相对大 你认为你这个时候 再来追在200多块的精锐 跟我当时买在160几块的精锐 你认为哪一个风险比较低 你认为哪一个空间比较大 你自己想 那既然我现在我已经赚了两趟 50块放口袋 至少50块放口袋的情况之下 你再涨 你再涨 我就祝福你 那我现在手中有钱 我要干嘛 我手中有钱 我当然找下一档股票 下一档什么股票 一样在低档 就如同当时精锐在160几块 风险相对低 空间相对大的股票 我要重新再来买进 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你再涨 再涨 没什么大不了 祝福你而已 所以我在昨天 我在节目里面 有没有跟各位预告一档股票 昨天我说过了 既然看好从现在一直到过年之前 这样的一个行情 所以我也特别帮各位规划了一个 双喜临门过好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记不记得什么叫做双喜临门 就是从现在一直到过年之前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你的资金 像我们的双喜临门一样 我们怎么样 把它集中在一档或者两档股票 最强的空间最大的股票上来 把你的资金集中起来 效率才会集中 不会散弹打鸟 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在过年之前 能够帮自己累积一个大红包 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好 这个双喜临门过好年的计划 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我们的第一档股票 我这常说的 常说明天就今天 对不 我说明天开始我们要买进 双喜临门计划的第一档股票 为什么 我们昨天把金锐大赚获利出清之后 满手的现金 当然锁定下一档股票 接着再赚 有没有 这档股票 我相信我所有的会员 包含昨天有来打电话报名 参与我们这个双喜临门计划 你们都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出手 我们买了什么股票 我们买了3128的胜瑞 我们买了3128的胜瑞 有没有双喜临门 阿胜瑞今天怎样 来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胜瑞今天怎么样 噢 胜瑞今天涨停板 你可以去嗡嗡看我的会员 早盘有没有低点 早盘好不好买 你不要看他今天涨停板 我说你可以去嗡嗡看我的会员 我有没有带你去追高 早盘我说好不好买 有没有低点可以买 我不像其他人 我说我也知道有很多的专家权威 甚至于名师名嘴 他们的超多都是 哎呦 快要涨停板 8%啦 9%啦 管你3721 反正就为了今天表演 要我涨停板 所以说怎么样 就算8%9% 也是把它买下去 把它塞起来 别人怎么做 我管不着 但是我卢文斌 不来这一套 我说过会员都在听 会员都在看 我买进的时候 他有没有涨超过半根停板 你去问 你尽管去问 有就没有就没有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我在买进的时候 连半根停板都不到 今天直接攻上了涨停板 你告诉我哪一个没有赚到 你哪一个没有赚到 最重要的 我昨天就预告 我昨天就预告 你哪一个会来不及 你告诉我 你哪一个会买不到 今天不是说一口半就收起来 对 在一起甚至于都还有低点 都还有盘下 不要说买在盘下 你这里一个半小时在这边 你好不好买 需要去追涨停吗 这种做法不跟我当时 我在买精锐 我在买美食 不都是一样吗 你看后来涨停板拉起来 有没有大家又来讲 金额胜瑞怎么样 有没有 大家都来讲的时候 我早就已经布好局 我都已经怎么样 我都已经攥在口袋里面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操作 跟市场多数人 那些什么专家权威 的一个做法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看上个礼拜 他们讨论最多的美食 美食现在在整理了 美食我没有带你大赚出清 美食我再几块钱买 他们叫你买的时候 已经是两百四十几 两百五十几了 我在买的时候 一百四十几 一百五十几再买 一百七十几 全数加码 后来大家都来 我全数获利出清 这个就是我的操作 不一样在哪里 不一样是我们走在故事的前面 因为只有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才能够大赚 所以我说过你要跟老师 你要跟谁 你希望有一个人来带着你做 你希望怎样的人来带着你做 美食也好精锐也好 全部都是半路才出来追的 我们在买的时候谁在跟你讲 当然这个时候你来追 不是代表说你赚不到钱 但是你要跟老师 我说你要跟谁 才能够真正帮助你赚得多了 你看我说我们就是把该部的局 给先布好 然后等着市场来追我们的股票 有没有 不管美食 不管精锐 甚至于胜锐 有没有 这个时候大家又来追了 所以要如何用对方法 想一想 就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想尽管今天整个盘面出现的震荡 留下了93点的一个上影线 而且日K线收红 但是我说过震荡在所难免 因为我从以前就告诉过你 行情是用进二退一 进三退二的方式 慢慢的来往上推升行情 不是每天都喷喷喷喷一路喷 没这种行情 所以我还是看好 从现在一路到封关过年 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 也持续有利于多方的操作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你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 不管你今年前面怎么做 你至少在过年前 先帮自己赚一个红包 开心的让自己能够过一个好年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也特别帮各位筹划了一个 双喜临门过好年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我说过这个计划 其实无非怎么样 就是帮助各位在接下来的操作 你能够用对的方法 然后怎么样 买对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出手 甚至于在对的时间 要做一趟分段操作 而且最重要的 把你的资金给集中起来 不是散弹打鸟 买个五档 十档 二十档这样都不用 一次我们只做一档到两档 对不对 是让你的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而且最重要的 我们是低进高出 你看美食有没有低进高出 今天大家都在讲的精锐 我有没有低进高出 我还做了两趟了 半个月之内我们做了两趟了 有没有低进高出 有没有分段操作 效率有没有最高 我想这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最新的一个计划 其实光是昨天今天 光是昨天今天 也很多我们现在会期内的会员 现在会期内的会员 也纷纷的不是加构 就是怎么样 就是也来转到这样的一个主别 因为他们都希望怎么样 在接下来 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能够在过年之前 能够帮助自己怎么样 能够开心的赚一个大红包 能够开心的过一个好年 所以双喜临门过好年这个计划 你记住怎么样 他就是要帮助各位 在封关之前 在农历封关之前 能够让大家怎么样 荷包饱饱 能够有一个很开心的 一个接下来的兔年 对不对 有一个兔年可以来欢喜临门 所以不管怎么样 双喜临门过好年 一次只做一到两党 有兴趣的同事票 务必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尤其明天还有一党 我说过 现在到过年之前 有很多的机会 已经公开了股票 你不要自己去追 但是我下一党要买的股票 你就不要错过 就好比你看昨天来登记的金锐 深锐你就不会就赚到了吗 所以好好把握 我明天再会